大家好,我是黑医生,关注黑医生,健康不挂科 那么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话题,那就是癌症 如何去预防癌症呢 那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个癌症离我们很远很远 但事实并非如此 根据统计,每年全球新增的癌症患者数量惊人 而让我们震惊的是呢 就是说这些癌症其中80%都是跟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紧密相连的 孙燕燕士是一位肿油专家 他通过自己60多年的临床观察也得出一样的结论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孙燕燕士提出的五点专业建议 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要优化饮食结构 那么根据统计呢,蔬菜水果的摄入不足是导致癌症占比最高的一个因素 那么高达15.6% 所以呢,其实我们要调整我们的一个饮食结构 增加蔬菜水果全穀物的食物的摄入 同时呢,减少高脂肪高糖高盐的食物的摄入 那这样子呢,可以帮助我们保持健康的体重 同时降低患癌的风险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不吸烟 每年呢,大约有100万人死于与吸烟相关的一个癌症 那么吸烟是肺癌,喉癌等等多种癌症的主要的一个诱因 那么戒烟不仅仅呢,可以降低患癌的风险 还能够改善心肺的功能,提高生活质量 那么第三点呢,就是避免殉酒 过量的饮酒会增加肝癌,胃癌等等这些癌症的风险 那么我们应该尽量避免殉酒,保持健康的饮酒习惯 那么第四点呢,就是防范病毒感染 比如说乙肝病毒等等都是某些癌症的一个主要的诱因 那么我们应该通过接种疫苗 然后保持我们个人的卫生等等这些方式 来去降低感染的风险 那么第五个呢,就是要管理压力 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八十的癌症的患者 都存在长期的这种压抑的这种消极的情绪 那么长期的这种心理压力会增加患癌的风险 我们呢,要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 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那么除了刚刚讲的五点建议以外呢 我们还可以通过调整我们的饮食这种习惯来去预防癌症 那么接下来呢,就跟大家介绍五种对预防癌症有帮助的食物 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生绿色的绿叶蔬菜 那么比如说菠菜啊,芥兰啊,鱼甘兰啊等等 那么它们都富含这些叶酸,维生素C,抗氧化剂等等 那么有助于降低患癌的风险 那么第二种食物就是全穀物类的一个食物 比如说这些燕麦啊,还有钱麦面包啊等等 它们呢,都是富含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 有助于维持我们肠道的一个健康,降低患癌的风险 那么第三种食物呢,就是菌菇类的 比如说香菇啊,金针菇啊,瓶菇啊等等 那么它们都富含多糖类,蛋白质,矿物质等等 这些很多营养成分,对于啊,这种预防癌症有一定帮助 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欧米卡3脂肪酸富含这一类型的啊,这种鱼类 比如说三文鱼啊,它们这种富含的这个欧米卡3脂肪酸呢 是有助于啊,降低患癌的风险,并改善心血管的一个健康 那么第五种就是绿茶,绿茶它富含这种多酚等等这些抗氧化剂 有助于呢,清除体内的自由基,降低患癌的风险 那么通过今天的分享啊,我们了解了癌症与这个生活习惯的一个关联 以及如何通过调整我们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来去预防癌症 那么村院院室的一些专业的建议,还有就是健康食物的这些益处 都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这种参考 那么希望呢,我们能够从现在就开始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 还有饮食结构积极的去预防癌症的发生 好的,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关注黑社健康华科,我们下期再见